两岸的租赁龙头中租飞机租赁事业不断传出好消息 目前手上有超过五个案子正在洽谈 预估最快第三季就可以逐步到位 也可以带动未来的获利表现 大陆租赁市场成长迅速 去年融资租赁余额突破两兆元人民币大关 年成长高达35.5% 外界预期未来五年大陆租赁市场都将保持三成以上的高成长态势 市场前景看好F中租也成功走出 去年对岸增值税法变更阴霾 今年也是还是跟往年一样 因为为了要符合我们在大陆的发展 还有在东南亚的发展 还有在台湾的发展 我们还是会继续扩充 持续拓点脚步 目前中租在对岸共有25个据点 今年将新增4到5个点 挑战大陆区总放款成长超过两成 从事获利动能与加拿大航空龙头旁巴迪的合作 也渴望为集团业绩带来显著益助 我们还是继续去把这个市场扩充 这个行业的这个绩效 我是非常看好 从跨入飞机租赁融资领域 宗族已经在去年下半年完成第一件专案 目前还有超过5个案子 正在洽谈最快第三季入账 虽然对乘坐金额保密到家 但从私人飞机租赁行情 至少1000万美元起跳来算 总共将易住中租超过20亿营收 今年整体获利表现有机会再占新高 富士学路关宇台北报道 好 好